其实在你祈祷的时间里面 其实不是需要一个独特的时间 或者不独特的地方 你在任何的情况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你都好像跟你朋友在旁边谈的一样 今天里面我们继续会讲 我们祷告里面学习的功课 今天我们特别会谈论到一个 如何为我们自己来祈祷 我们首先来读有几节的圣经 一起读这几节五段的圣经 好吗 拜托 预备起 那岁你远远地站住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随着空说 神啊 可因可怜我这个罪人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 他就该歌颂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阿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他母亲急他起名叫阿比斯 意思说 我生他甚是痛苦 他就稍往前走 苦福在地土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者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做一次祷告 主是亲自的主 你亲自与我们众人同族的主 求主你自己亲自的 赐下你的恩典 谁听我们的祷告 在当中 在我们的祷告 直达到你的面前 蒙主英雲 主我们就这样仰望 祈祷 奉耶稣名字 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就知道圣经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都教你 是为人祈祷 是不是 如果你看保罗 保罗都一样的 保罗都有很多教导你 如何去为人祈祷 所以你很明白一样东西 原来基徒的生活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代土 原来我们人生里面 祷告里面 不可滑绝的一部分 代土是我们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你 为谁祈祷 为人祈祷 我们也都知道 你会为他们祈祷 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 在代土当中 有少的一部分里面 保罗提到 原来你都需要为着自己祈祷 一方面为着别人祈祷 但是另一方面 原来我们都需要为着自己祈祷 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为自己祈祷 为什么祈祷呢 可不可以为着我自己 找到份工祈祷呢 可不可以为着我有一间屋祈祷呢 可不可以为着我有一间车祈祷呢 可不可以为着我其他事情祈祷呢 如果祈祷这样的情况里面 对不对的呢 很多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 究竟什么事情 或者可以祷告什么的事项 又或者应该怎么去祷告 所以今天呢 我就很想和你一起去探讨 怎么样为你自己祈祷 第一方面 我想和大家去看呢 原来祈祷 为自己祈祷的时候呢 的起步点 第一样东西 要祷告的 是首先在你祈祷里面 为自己的时候 祈求神的怜悯 临到你的身上 我记得上一次都提到 在圣经里面讲到 有两个人来到圣殿面前祷告 是不是 一个法利赛人 去到圣殿面前祷告 就告诉神听 神啊 我不像那些罪人 我没有犯罪 我是每次呢 我都有做奉献 去到圣殿里面 我又服侍主你 但是相反 在一个圣殿门口里面 那个罪人 远远望着圣殿的 前面的祭坛的时候 他不够胆进去 但是就在这个门口里面 他就向神祈祷 他就说 什么呀 这句话 就是说 神啊 求你来问我 我是个罪人 神啊 求你施恩可怜我 我是个罪人 你发觉到 这个这样的讨告 是一个很重要的祈祷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到 你的祈祷好像去建功那样的 不是去面试 不是去建功 建功是怎样呢 你希望那个老师请你 你就需要表示到 你够资格来去请你 你有能力去请你 祈祷也都不是在这个法庭里面 那个律师 要去法官面前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祈祷不是证明你是一个好人 祈祷也不是告诉你 我有能力 我可以的 所以我可以在你面前 我去祈祷 祈祷 是好像一个罪人 在神面前所说的一切的东西 神啊求你可怜 联敏我 施恩 我一个罪人 就是因为你明白 无论你讲与不讲 你有没有留意到 神都知道你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无论你一个好的地方 无论你不好的地方 神都知道 既然神知道 你就不需要在当中有所隐藏 神是去明白 你现在的情况 既然明白你的情况 你所需要去到神面前的第一样东西 如果你要为自己祈祷 不是先求什么的情况 是先去神面前 祈求神的怜悯 你现在的状况 现在的状态 所以你发觉到 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 求怜悯的时候 神就直接给你 但是神如果要先怜悯你的时候 神有没有什么期望 神有没有什么要求你的回报呢 有没有一些你要回应的东西呢 我们很多时候为自己祈祷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 我们会不会像王大仙 这样 其实神祈祷的时候 英文我们就要烧一只猪给神 要欠了一些礼物给神 神不是要这些 不过神竟然是有东西要的 原来 你知道神要什么吗 当神施恩怜悯你的时候 原来圣经是这么说的 神施福给怜悯人的人 因为他们必得怜悯 什么意思呢 原来神施恩给你怜悯你的作用 是让你学会如何怜悯人家 那到一会儿来这么说 一个不懂怜悯人的人 然后我们向神祈求神 神你怜悯我啦 原来这是不会蒙谁听的祈祷 一个愿意 神怜悯我们 施恩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一样东西 我们怎么去怜悯人 所以其他经文同样这样讲的 你留意一下 譬如好像马太芬就说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 就像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人 你敢不敢这样祈祷 如果我们求神怜悯我们 神神宽恕我们 好像我们宽恕人一样 就是不宽恕啦 因为当你不宽恕人的时候 你求神这样的祈祷 你敢不敢 所以你发觉到 原来所有几个祈祷的起步点 是不同的 我们的起步点里面 是当向神祈祷这件事 祈祷神念满 神要有所要求的 神的要求 是让我们都懂得同样怜悯人 当你祈求神 对我们的宽恕的时候 神期望一样东西的回应 是你懂得宽恕人的 所以另一支经文都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们宽恕那些得罪你们的人 你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 这个就是我们求怜悯 我们祷告为自己 为你祈祷的起步点 所以如果你知道 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祷告的 圣语很多其他经文都告诉我 先求神的各神的意 神就施恩给你了 那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原来他要告诉你 那个起步点 是为我们自己那方面的起步点 是先求神的怜悯 神啊 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 但是当你祈求神对你的有施恩 有怜悯 有恩典 有欢恕的时候 神原来有所要求 要求就是按照你所施恩给人的能力 也按照你愿意对人的宽恕的能力 寽恕你来到施恩怜悯 这一件事 当你祷告的时候 我希望你日后会记得 因为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是因为不是我们配 又或者我们自己应该拥有 而是这个神对我们的怜悯施恩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在第二件事的时候 你开始可以做了 你开始可以向神 祈求神的帮助 当你祈求神的帮助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一件事 我曾经去探访一些病人 或者一些临到去末期 临到死亡的时间的一些人 其中一个人这样答我 一个面对就是死亡的人 他就告诉我听 我从来都不祈祷的 我从来都不祈祷 我也都不是一个偽君子 所以都不会在我困难的时候 在我病到最后的时候 我祈祷 弟兄姐妹们觉得这句话如何呢 再逢富一次 因为面对死亡的了 我从来都不祈祷 那很正常的 你不祈祷 那我不想做偽君子 所以我现在在到最后的场里面 我都不想祈祷 好像很正确的 所以其实你发觉 现在最危机在教会里面 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又好像对 又好像错的真理 应该这么说 好像对 其实是错的真理 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我们留意到 如果一样东西 祷告一直都是对的 他们一直都没有做 如果祷告一直都是对的事情 就不是你好的状态 或者你不好的状态 其实在任何一个状态 你仍然都需要祈祷 这个是我们祷告里面 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所以这个人 他说可以到麻烦祈祷 我不想去到那个阶段才祈祷 但是相反来讲 今天你去到一个难处 去到困境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你要去到一个死角位 去到一个边缘位 你都未懂得提吐 每神在当中 他让你学习 就是在边缘位里面 在一个困境里面 让你学习 你要祷告了 你回到我的面前 若拿 有一个例子 若拿 神被呼召 去 ni ni mi ser 那裏傳呼音 是不是 尼尼未成 現在的那裏地方 就是伊朗 伊拉克 伊拉克那裏 但是尼尼未成 約拿 怎樣做 呼召完之後 神要向東走 走去西 約帕港 為什麼走去約帕港呢 因為唯一那裏有船去西班牙 當時的時間 最遠的西邊 神要去東邊 走到西邊最遠的地方 去上鎖船 誰知出船之後就打大風 打大風 很多船員在舊船 為何不要沉 坐在船什麼都不做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大風為什麼來 是逼他回到神面前 他不肯 我說是不肯 坐在那裏等船沉 最後那些人找不到 最後約拿就說 你扔我下海就搞定了 即是扔了下海就風都平靜了 扔了下海的時候 約拿最後給亭威 不知是什麼魚 大魚 大魚吞了 大魚吞了 大魚吞了約拿之後 後果是什麼 死定了 死無葬身之地 沒有前途 沒有前面方向 一切都黑暗 在今天這樣的困境裡 在這樣的難處裡 終於約拿就願意祈禱了 在這樣的狀態 約拿才懂得 或者才願意在神面前開始祈禱 那時候我想 如果約拿在這樣的狀態 身邊有人 身邊有朋友 可能會跟他說什麼 弟兄 神逼你去到這樣的情況 好回到神面前 又或者 姐妹 在這樣的難處裡 你應該懂得去祈禱了 不過可能你會這樣說 我就是因為去到這樣的難處 就更加不想祈禱 很有趣的 當我們遇到難處 遇到困境的時候 有些弟兄姐妹會告訴你 我更加不想祈禱 我更加不想讀聖經 不過又很有趣地告訴你 就是因為神逼你去到這樣的狀態裡 是要你祈禱 要你讀經 我盼望不用神出到好像約拿那一招 在這個大魚吞了你 你就想了 這樣的神跡 吞了不死 還要 山魚吞了咬膽也死了 但是問題就是 等於不要去到這樣的難處 去到困局 去到這樣的死症 去到這樣的死症 先難度回頭 約拿去最後的時候 向神祈禱 約拿做了一個什麼祈禱呢 是一個餘福當中的禱告 這個是 他告訴你 我在患難中向神呼求 他就應允我了 我在死人之地向你求助 神啊 你就聽我說了 現在告訴大家 一樣的特色 原來你在最困境的時候 是最容易聽你說的 為什麼 因為神迫你去到這個桌角 是為了讓你回到你面前 向你祈禱 是因為神讓你經歷這樣的難處之後 讓你知道你生命其實是可以重新起過的 不要在那裡這樣 就是趴在那裡 又不要嘗嘗 爛泥 不要這樣 什麼都不動 不要 撒在那裡 神在當中 希望你向祈禱 所以在這樣的難處裡面 約拿向神祈禱 約拿向神祈禱的時候 他就明白一件事 原來無論你面對什麼麻煩的事情 可以救神幫助你 無論你自己是你犯了什麼的錯誤 神也都可以幫助你 又或者你過往分略了祈禱 神仍然都是願意在你向祂祈禱中 要成就你向祂的討告 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向神祈禱 不要等到沒有轉彎的餘地 才向神祈禱 你明白 在你困難的時候 神聽你祈禱 神願意幫助你 所以雅各書就這樣說 雅各書他曾經說過這件這樣的說話 你當中有人在受苦嗎 你當中是不是有人難處 面對著困境呢 在你當中是不是面對一些很難處理的問題呢 如果你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這個人就應該做什麼呢 祈禱 這個人就應該祈禱 這是雅各書所說的 在你這樣的狀態 在你這樣的階段 你唯一可以做 也都應該要做的 就是祈禱 所以約拿呢 他就這樣說的 他就這樣說的 我去用讚美的歌向你獻祭 我許的願我必償還 我的拯救只來自神 然後神就吩咐那條魚 將約拿捕在海上 那一句他說話 就是我的拯救只來自神 即是說 如果約拿在那個土福當中 不是繼續願意這樣的祈禱 他仍然不得著那個拯救 約拿得著 從土福中得著的拯救 是因為他願意在神面前 在困境當中 在難處當中 向神祈禱 在面對你生死 面對你困局的時候 你是不是願意祈禱呢 所以為自己討告的時候 第一件事 不是求其他的事先 第一件事 我們祈求神 憐憫我們這個罪人 明白自己的身份先 明白你的身份是一個罪人的身份 然後你就向神 祈求神的幫助 但是我希望這個幫助 不是去到這個餘福的死亡的階段 你才會向神面前祈禱 你平時生活裡面 你都會向神祈禱 第三方面 就是向神求神賜我們力量 曾經我在E-mail裡面 收到一個姿體 發出一個祖神的討告給我看 我覺得祖神的討告幾好 寫著書給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他說親愛的神 到目前為止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做得都不錯的了 我近期沒有發脾氣 我近期沒有說別人閒話 我近期我也覺得自己不自私 甚至我覺得我沒有放縱自己 不過神啊 我現在起床 開始新的一天了 在新的一天裡面 我需要得到今天的力量 來面對今天的事情 頂著你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向神祈禱 是的 我知道你過往可能OK 但來到新的一天裡面 你可不可以向神祈禱 從新的一天裡面得著力量 在新的一天裡面 能夠提供到我們可以面對難處的力量 所以大衛他就這樣說 大衛說 我向你討告 你便應允我 你給我的力量 使我勇敢堅強 兄姐妹 很多仇 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能力 但是我們沒有能力的時候 就做什麼方法呢 我們就退縮 我們不夠時間 所以我們就退縮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處理不行 很多問題我們都沒有解決 怎麼可以做到更多的事 所以我們就退縮 你搞錯方向了 真正在你生活裡面 你可以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並不是退縮 解決的問題 是懂得向神祈求神給你的力量 你要面對你今天所面對的情況 所以首先你要明白你自己身份是一個罪人 你沒有能力去解決 所以你像若蘭那樣 向神祈求神的幫助 因為知道這個解決不在你身上 但是你更加要明白一件事 仍然要面對 仍然要面對 你現在說面對的情況 是你要去面對 但是你要去面對的時候 不是靠你自己來面對 你要知道 就是原來 你要靠神面對 好似大為向神祈禱 神就加能賜力給他 我喜歡一首的詩歌 這首詩歌 我覺得是對我們來說 在討告裡面很重要 他說我要討告來到你的金錢 我要尋求神你的臉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因為就是在這個破口裡面 我尋求到你 很重要的 就是神讓你見到一些問題 神讓你見到一些困境 你見到這樣的難處 你願意成為堵塞破口者 你就尋求到神了 一個見到難處 見到問題 就是會把口說的人 永遠都見不到神 但他見到難處 叫困境 他就成為一個堵塞破口的人 在當中 神就讓他尋見 他說主啊 我是軟弱無助 你是我的力量 以你親切的手 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性 我每一次祈禱 我搖動你的手 討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夠做 每一次我討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烈角歸向你 兄姐妹有沒有想過 很多時候我們就很想 我們自己做 自己做 自己做 我們很想自己去解決 自己解決 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是你解決不了的 是你自己沒有那個能力去處理的呢 你有沒有想過原來祈禱 才是教會裡面最重的事工 祈禱才是那個最重的能力 如果你要餵著你自己的討告的時候 我知道你是需要神給你的力量 來面對你的家人 面對你的工作 面對你的經濟 面對你的人生裡面 很多不同的能處 但你有沒有向神 祈求神給你的力量 第四件事 祈求神對你的祝福 即是說我們一方面 我們向神求幫助 向神求力量 但同時間更重要的就是 原來我們可以向神求祝福 你有沒有看過 阿比斯的討告一本書 這本書賣了四百萬本 一本很長銷的書籍 很多人因為這本書 他重新思想自己 如何向神祈禱 是最出名的一句說話 第四章第十節 這是阿比斯討告裡面 最出名的一句說話 其實如果你看歷代誌 能夠找到這句說話 都很厲害 為什麼? 歷代誌上 頭的十張都是人名 所以偶爾看人名 還不是人名 那些抽出來 你會發現很精彩 這是其中一段 他怎麼說 願你賜福我 擴張我的疆界 求你在我所做的一切事上 與我同在 讓我遠離一切患難和痛苦 於是你發覺 阿比斯的祈禱第一句說話 就是求你賜福給我 我們都是這樣祈禱的 不過當我們這樣祈禱的時候 我們就很害怕 為什麼? 覺得自己都很自私 我們可不可以祈禱的時候 祈禱神賜福給我呢? 我這樣回答你 其實這個 你如果看很多經文 聖經裡面的討告 為了自己的討告 很多祈禱神賜福的 但這個不是自私的地方 是什麼呢? 如果你看到 如果這個賜福給你 是讓你能夠賜福給別人 這個就不是自私的祝福的討告 如果你只是為了自己的享受 為了自己的享樂 為自己的得著而祈禱 這個就是自私的祈禱 所以你發覺到 阿比斯他很想一個的討告就是 擴了個境界的時候 他讓他能夠真是付出 在聖經裡面賜福那字 Makariox 賜福這個字 有時候他被翻譯 如果他翻譯成快樂的話 什麼意思? 求主讓我生活快樂 好的 因為讓你生活快樂 是讓你能夠祝福其他人 一個不快樂的人 很難祝福其他人快樂 所以聖經裡面很強調就是 讓你先經歷到主 因為經歷到主的人 他就可以經歷到 讓你能夠幫助其他人 一樣 這個字有時認為滿足 即是心想事成 求主讓我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都OK的 為什麼? 因為聖經很強烈 強調一件事 就是讓你得到福氣 而賜福給別人 所以賜福這個字 恩典這個字 聖經裡面很強調 特別是新年這個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 希望新年有一個新的狀態 有福氣的能力 是可以的 也神期望是賜福給你的 不過這個期望賜福給你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自私的賜福 譬如 如果神的賜福是一個有限數的賜福 什麼叫有限的賜福呢 譬如說有100人 神賜福只是賜福50人 神賜福50人 那你很想我成為50人裏面 就是賜福的50人之一個人 這個可能是一個自私的祈禱 但是留意一下神的賜福是什麼 神的賜福是一個無限的賜福 神的賜福是沒有完結的賜福 也沒有限量的賜福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不會向神祈求的賜福 拿到神沒有的 不會的 你向神祈求的賜福 神可以一直提供給你 供給你 讓你滿載神的恩典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只是你願意用什麼來 成在神給你的賜福 我經常都覺得呢 很多時候我們用杯子來領受神的賜福 有些人就好一點拿一碗 有些人拿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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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你仍然得不到福氣呢? 亞國書有一段這樣的經文 他說什麼呢? 你們得不到想要的 為什麼我們得不到呢? 是因為你們沒有向神祈求啊 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你沒有向神祈求 所以你得不到啊? 就算你們祈求都得不到的呢 是因為你動機不良 只是滿足自己要享樂的慾望 所以你就很明白 原來祈禱為自己祈禱 不是不可以求祝福 不是不可以求神提示恩 是可以的 神也真的想給你的 你的問題是你不求 你就是想自己去搞定 好了 到你求的情況裡面 為什麼不給呢? 聖經就說 因為你動機不正確 是因為你想用的 是用在你自己的慾望裡面 而不是在你得著的東西 成為人家的祝福 所以你得不到 所以記住 第四樣東西 很希望你為自己祈求的時候 你祈求神祈福給你 但是你明白 慈福的得與失 是在於你懂不懂 在這個層次裡面 這樣的提供 最後一件事 在我們討告的時候 為我們自己祈禱的時候 我們先要明白 神的心意是什麼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麼 在主討文裡面 很清楚說到什麼是神的心意 在主討文裡面怎麼說呢? 他說 願你的國早日降臨 願你指以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即是說 原來有一件很重要的 如果當你討告的時候 其實要配合神的心意 因為神的心意 就是原先在天上的心意 很希望神的心意 就在你的生活上面 在你的現實生活裡面 實踐 如果要你在生活裡面實踐 耶穌基督就這樣討告 他就說 阿父阿 如果可能 請拿走一個苦難的杯 可事 不要按我的意願 只要照你的旨意 在當耶穌基督 如果面對十字架的死亡的時候 他知道難處 知道困境 知道不容易走 他向神祈禱一樣 神啊 如果可以的話 讓我不用經歷這些事情 如果可以的話 致福給我這件事 如果可以的話 醫治我的疾病 如果可以的話 讓我的子女聽話 如果可以的話 讓我們夫妻關係和好 沒有了 然而 不過可惜有個然而在說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難道神不喜歡我們這樣嗎 不是 神仍然切福給你 不過神讓你在不同的階段裡面 要明白神有不同的帶領 是要讓你有所學習 有時候我經常都很擔心 很擔心是什麼呢 就是弟兄姊妹 你學不到 學不到功課 上第一課學不到 於是神就要給你第二課 第二課你都學不到 即是怎樣 就是第三課 第三課你都學不到 就是第四課 弟兄姊妹 我不希望你學不到 我希望你一次過就學到 學到什麼 學到按神心意下 按神心意下 讓你的生活裡面 討神喜悅 在討告 討告最高潮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按我的意願 是按神的意願 討告我們 期望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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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 神都真的很想賜恩 賜福給你的 神很想給你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願意得著這些的仇 是有所回應的呢 有所行動的呢 一個不懂得著 去祝福其他人的人 神是不賜恩的 一個得著 而不懂得去分享的人 神不會賜福的 所以最後總結的時候 我這樣說給大家聽的 有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你必須採取行動 即是說 如果你為自己祈禱 你知道要神憐 你要知道要神的幫助 要神的力量 你知道要神祝福 你知道你要按神指義 他就這樣說的 當你祈求神憐憐的時候 弟兄姊妹 如果你祈求神憐憐的時候 你願意憐憐其他人 如果你祈求神幫助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願意盡你一切能力 去幫助其他人 一個不懂得幫助其他人 神是不幫助你的 這句說過了一點點 不過其實神也幫助你的 不過問題就是 不知道神怎麼幫你的 當你祈求神的力量的時候 弟兄姊妹 學會倚靠他 學會全心倚靠神的力量 要不然你祈求神的力量 還是做什麼呢 就是你祈求神的力量的時候 你就學會倚靠他 來得著這個力量 當你祈求神的祝福的時候 願意與其他人 分享祂的祝福 當你為神的旨意祈禱的時候 準備好順服神的旨意 你不要聽完神說 神這張票我不收 我祈禱 你開個第二張給我 神開個第二張給你 神這不是我想著的東西 麻煩你再開個第三張票給我 弟兄姊妹 不是按你的心意 搞到你自己想要怎樣 然後先給你 是按著神的心意祈禱 我希望我們 學會祈禱的第二件事 今天 第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知道 神與你同在 任何時間都是祈禱 是上一次講到的重點 今天我很想你認識 怎樣幫自己祈禱 原來當你祈禱的時候 是成為人的祝福 是因為這是神的心意 好像耶穌基督當日 他從天上降生 不是享福 他降生是為了祝福大家 他面對死亡 面對十假 是都要為了祝福其他人 弟兄姊妹 在這個新的一年的開始 應該說新年蒙恩 也希望你新年蒙福 但我希望這個蒙福 是什麼的蒙福呢 是一個你能夠 將你的憐憫慈福給人家 將你的力量賜恩給人 將你的祝福 也讓人都得到這個祝福 這是這樣的一個日子 好嗎 尚在你的生命裏面 成為別人的祝福 為低頭我們祈禱 親愛慈悲主 我們在你面前 我們仰望到你 祝我們願意神地真摯幫助我們 教導我們 在我們為自己祈禱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為著物質 我們祈禱 我們祈禱 我們知道神祢願意 將這些賜給我們 正如神祢這樣說 先求神祢各國 神祢的義 你就要將一切的賜給我們 但是你告訴我們 我們祈禱的心態 我們祈禱的身份 我們首先要認識 我們一個罪人 我們先求神的憐憫 正如我們需要憐憫其他人 你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得著這樣的幫助 但是當我們得著幫助的時候 我們願意有能力的時候 幫助其他人 當我們得著這樣的力量的時候 教導我們要得親近主理 使用這個力量 幫助我們蒙主祢賜福 在賜福當中 是讓我們成為福一 這個恩典的管子賜福給人 就是然而 在我們所求的各樣事情上面 不是照我們的意思 是照神祢的心意而行 是這樣仰望祈禱 奉耶穌的名字 阿们